在開幕的時候稍微報告一下我最近在做的一些研究 那作為主題的報告的話 我有一點點希望能夠從一個最大的現象來談我的一些觀察 當然會有現象當中的一些複雜性和矛盾性 可能不是在這一小時時間內可以講清楚的 我只希望把一個大趨勢的談清楚 從這個大趨勢提示大家一下 當我們走向幸福的路上 可能目前所遇到的極大的障礙 先把不好的消息先講完了 看看大家能夠想得出什麼克服的方式 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新公民情感 當代性、邪限別、政治的課題 因為我這次沒有時間再去講邪限的重大的理論的意義 可能要等各位自己在我的網站上面看 那這個區向對性別政治是有一定的衝擊的 先談一下在這樣一個談性研究的會議上面 為什麼我會把公民、情感跟性別政治拉在一起 之所以要把情感引進來 因為人們常常認為情感是個人的私密的感受 可能大家也會認為情感是我的內心的那個感受 我們也常常認為情感是人之常情 那這兩個說法其實都假設一件同樣的事情 就是情感是天生的、普世皆同的 我們看見弱小的時候我們有同情心 我們看見他被欺負的時候我們願意打抱不平 同樣的一些情感的感受 那這一種對於情感的假設 往往也就假設了情感是普世皆同的人性 可是需要讓大家注意的就是說 正是這樣子的一個情感的認知 就是我們認為情感是天生的是普世皆同的人性 這樣的一個認識常常會正當化、正常化了歧視的情感 比方說我看著某某人他是一個怎麼樣的一個性主體 例如我看到他的性工作、性活動者 我心裡就是覺得不愉快 或者我看到他是個同訓練 我就覺得很不爽 那這個情感就證實了他的那個性主體的狀態是不正常的 是變態的、是有問題的 情感常常被普通一般的民眾來當成一個理由 認為某一些的主體有問題 或者認為某一些的行為有問題 例如某一個男人看我的樣子 我覺得那眼光當中有某種曖昧 有某種投射的慾望 因此我就覺得我被騷擾到 那我的情感告訴我說 我感覺不爽、我感覺不舒服 那這件事情他就是一定有做了 他就是一定有騷擾到我 所以情感在我們當代也常常被當成一個確鑿的證據 來證明那個人的行為 或者那個人的身份是有問題的 那今天我要特別去講的 不是這樣一個普世的人性或天生的人性 相反的我要特別去講情感的歷史面和社會面 我認為有一種新的情感狀態正在變化成形 它是一個過程 所以它是不斷地轉型當中 正在形成一種新的情感狀態 那這種新的情感狀態 特別是根植於一個新的政治經濟結構的 而且屬於新的公民的情感 這種情感狀態很取向 對於性別政治而言有深刻的影響 我覺得很值得我們關注 那你說上面這些講法我好像都不太懂 聽起來好抽象 什麼叫政治面、歷史面、社會面 然後政經結構、新公民情感這些詞 而好像通常不在我們談性別政治的時候出現 下面我們接著往下談 先說我今天講說這是一個當代性邪性別政治 必須要面對的課題 那當代的特質又是什麼呢 在我的這個報告裡面 當代指的不只是一個時間 當下這個時間 更是伴隨著資本主義工業文明 和全球化擴散而形成的特有的社會狀態 不能說中國還沒受到沾染 目前在這種樣貌 這種所謂當代社會的樣貌 主要是在西方文明和價值觀的主導下面 所形成的 因此西方的文明和價值觀的很多的內涵 目前也被我們擁抱成為是重要的可遇的價值 當然在不同的區域和不同的社會 被這樣子的一個趨勢 被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和全球化擴散 滲透影響的狀態和程度是不一樣的 但是多多少少我認為都開始了 以下我要講的一些大的趨勢 那這個觀察的話當然來自於 我對於兩岸三地的一些混雜的觀察 在不同的社會脈絡之內 當然會有不一樣的程度 不一樣的表現 不一樣的狀態 其中有同有異 也看到了兩岸三地有一些相同的狀態 例如一種造語情感狀態 但也有一些不同的狀態 就是可能有不同的事情 會引發我們不同的對於情感的激烈的回應 有一些事情在某一地不引起太多的激烈回應 可是在另外一地卻是非常強大的回應 那所以我的分析的話是包含了這個混雜的觀察 其中有同有異 提供大家是一個對照思考的機會 大家不必對號入座仔細地去說 這句話講得太籠籠 這句話太通盤 確實它會是籠籠的 通盤的 因為今天最主要是給個大的架構 那另外的話 後面我談到過是公民情感 我沒有講它是新的情感而已 我還加了公民在前面 因為我認為在此刻 這個情感慾望的特質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成為先進國家的公民 一直都是後進國家人民的渴望 但是如今全球化所帶來的富裕 使得第三世界後段國家的移住人口 例如我們現在想到的東南亞的某些國家 中東的某些國家 俄羅斯 第三世界的後段國家的移住人口 甚至現在有很多先發國的人口 都開始湧入第三世界前半端的國家 前段的國家 也就是正在上升中的國家 像原來的亞洲四小龍 如今的中國印度 巴西之類 甚至俄羅斯 這些前段國家的公民身份 突然也炙手可熱起來 大量的人口湧入了 例如台灣做外界勞工 大量的人口湧入中國 找各式各樣的就業和投資的機會 在這個過程當中 當然原來作為第三世界 不管前段後段國家的某一種自卑感 就是我們永遠趕不上那個先進國 我們永遠都是想望著 希望能進入西方的那個現代的那個狀態 在這個時刻 我們的身價不太一樣了 這個身價的不太一樣 不是以沙納之間發生的 而是經過了一段時間的醞釀 看著社會的轉變 看著重要的國際盛世 在這個國度裡面舉辦 那樣一個新的自傲在誕生當中 所以我認為這個是一個公民情感 因為它跟一個國家是有關聯的 同時這些第三世界的前段國家 這些上升中的國家 包括中國、香港、台灣這些地區 第三世界前段國家也出現越來越多 有關於公民的形象和實踐的一些論述說法 例如很多人開始談什麼叫做公民的素質 公民的素養 我們應該怎麼樣去調教我們的公民 才能夠有那個公民的應該有的樣子 然後對於參與社會行動有興趣的人 開始談公民行動、公民監督 甚至有公民審議 作為非常重要的一個民主過程 來達成一些社會爭議性的事件的一個結論 我們組織一個公民會議 選擇一些代表性的公民 然後經過他們幾天幾夜的討論以後 得出一個代表全民的一個意見 很多很多跟公民相關的行為和形象 成為我們常常渴望達到的一個境界 公民的身份 因此也有了新的階級的意義和自傲的情感 因為能做公民 能做這樣一個偉大的國家的公民 是值得我們自傲的 這個公民的身份 也會慢慢地改變我們對於自我的情感 感覺到越來越多的自我的驕傲 同時 當然作為公民有他的權利義務 因此對於公民的身份 作為公民應該有些什麼樣的表現 也開始有了越來越明確的要求 這裡加了一個括號就是 我在講這段故事的時候 公民上身的欲望 希望加入一個先進文明正體的一個希望 這樣一個希望這種渴望 其實有一個相對應的渴望 就在對於邊緣性別主體 希望被正當化 希望被平等對待 希望被尊重 希望被包容的這樣一個渴望 是可以跟這個公民身份相比並論的 大家可以從這個 國際身份 國家身份 公民身份的這個渴望 去間接地去理解 在邊緣主體身上出現的一些希望 也能夠被扶正 能夠被認可的 那樣一個陰切的渴望 所以這裡的公民渴望 跟邊緣性主體的渴望 在他的性質上面 在他的渴望的方向上面 是有他一定的相信性的 作為公民 當然我們要跟另外一個詞 有所區分和討論 以便認識公民的性質 公民並不表示 只是一個國家的成員而已 在中國大陸的語言裡面 比較常用的名字其實是人民 在台灣很多人背著一個書 叫做為人民服務 這是一個很大的時尚 就是人民在中國人民的想像當中 是有它重要的歷史的社會國家的意義的 但是當我們今日在談公民的時候 其中有所差別吧 從政治結構的角度來看 人民出自於天賦人權的說法 天賦人權的這樣一個 從啟蒙時代就已經出現的說法 他認為人民那是天賦人權 自然就是有權的 就是有你的份的 在政治實體當中 人民是權威的來源 是為人民而服務 人民是老闆 人民是做頭的 但是公民 對不起 是另外一個意義 公民的話你必須要先符合這個國家所設置的公民的條件 同時你必須接受政府法律統治 然後才能夠參與分享公民的權利義務 想投票嗎?還得先檢驗證件 想出國嗎?申請證照嗎?還得先檢驗證件 國家對於公民有一連串的要求和檢驗 以便決定你是不是符合公民的資格 因此人民當中有極大數量的不合格公民 身份不合的 或者有權柯的 或者他就是被視為你不夠我們公民的格 因為你做的說事情的行為的方式和態度不夠格 因此在人民當中有大量的不合格公民 不適合來分享這個 我們這個政體所提供的各式各樣的利益 從認同和情感的這個角度來說 人民通常在大家的想像當中是個普遍大眾的團結 敵戴同仇對立面是一個很宰致的力量 所以人民抗暴人民對抗日本的侵略 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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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普遍大眾的一些團結 可是公民的話如果你要有任何的影響力 你必須要憑藉著公民的權利義務 以及公民參與有既定遊戲規則的政策 你才能夠對一個國家有影響力 人民隨便講兩句話是沒什麼意義的 在新的民主體制之下 你必須要組織起來有政黨有團體之類的 才能夠去按照這個規矩加入國家的政治遊戲 這就是所謂的政黨政治很重要的一個根據的來源 公民想要參與國家的事務 是必須要服從某一套政治遊戲 按照規矩才能夠參與 當然作為一個民族國家 他會非常期待他的人民逐步的都變成公民 你們不要在外面那些人民人民人民 你們通通都變成公民 這項最好的 因為公民是什麼意義 公民是甘願臣服於國家的規範 以便可以享受有限的好處 被排斥的不合格公民 尤其有這樣的渴望 多麼的希望能夠透過一些管道 臣服於某一些既有的正當的規範 以便可以享受有限的好處 正當性尊重全力的分享 現在我要談一個很大的脈絡 就是公民情感講完了以後 這個新公民情感誕生的一個歷史社會脈絡是什麼 第一個我覺得蠻重要的就是 華人世界其實長久以來有挫折自卑感 新代以來我們遭受的都是各樣的歷史的挫折 在八國聯軍之下所遭受的權力的剝奪、践踏 華人世界這些長久以來的挫折和自卑 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分工輪轉富裕 而有了翻身的機會 輪轉富裕的意思就是先進國家先富起來了 現在再轉到另外一些國家 亞洲四小龍富起來了 亞洲四小龍富起來了 現在再轉到中國了、印度了 現在再富起來了 這個富裕是一個輪轉的 順著資本主義追求利潤的腳步向前推進 這個輪轉富裕的這個輪轉的這個順序 現在目前使得華人的世界有一個翻身的機會 大國崛起這個意思 西方先進國家所代表的文明現代性 包括例如 這邊只是舉例 像秩序、禮貌、清潔、先進、民主 西式的各式各樣的價值觀、呈現、服裝、風格、享受 這些東西消費通通都成為了上升地位 想要進出的價值 作為一個先進國家 要擠入大國之列 要有一些表現 那西方現代性所代表的這些表現 就變成了我們想要擁抱的東西 它也是一個無可質疑的欲求的對象 誰會拒絕、秩序、禮貌、清潔、先進、民主的西式呢 大家都擁抱這些進步的價值 我到百度上面去查了一下 什麼叫做文明 因為我對於文明現代性是很有興趣的一個題目 我認為西方目前的現代性非常重要的一個內涵就是文明 這裡講的文明可能跟中國大作長久以來講的 什麼文明搭電梯啊 文明排隊啊 這些不太一樣 它有一些比較廣泛的內涵 但是百度裡面提到的這個文明 他說文明是一種社會進步的狀態 對於行為和舉止的要求更高 我剛看到這個定義的時候 我非常興奮 因為我覺得這裡的兩個東西是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 第一個就是文明是一種進步的狀態 誰拒絕進步呢 你會接受退步嗎 你當然要往前進、往前進、往前進 這種社會進步的狀態 因此變成了無可質疑的永榮的價值 第二個 這個進步的狀態同時對於個人的行為和舉止要求更高 換句話說文明本身是有強制力的 還要求你活出文明的樣子 沒有人會抗拒進步 要問的是 那什麼樣的東西會被當成進步 什麼樣的東西會透過什麼樣的歷史過程 變成了一個進步的價值 是誰來決定這樣一個進步價值 要求人們付上什麼樣的代價 做出什麼樣的舉止 放棄什麼樣的權益 那到底是哪些人要被要求付上代價 哪些人不需要呢 對於進步 對於進步所帶來的各種 對個人行為舉止的要求 都值得大家重新去思考 是怎樣的一個歷史過程 使得這些事情變成了我們可遇的價值 清潔衛生 大家不要以為這就是一個毫無疑問的價值 清潔衛生變成一個社會可遇價值 是有一定的過程 而在這過程當中 有另外一些東西被放棄 有另外一些東西被排除到邊緣 這個在所有的歷史學的過程當中 都可以去找到一些研究 也歡迎大家進一步去研究 我想要強調的是說 在這樣一個很簡單的定義當中 可以看見進步 本身有極大的強制性 這個強制性使得沒有人可以提出疑義 不能去挑戰 既然是一個進步的價值 就跟著走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大的價值 好,那百度的文明的說法的話 我覺得可以由另外的像 Norbert Elias的理論裡面 所提到的關於文明的進程 就是文明的一個發展過程的一些說法來談 對他來講 文明特別是西方的現代文明的發展過程當中 很重要的一個過程內涵就是情感的變化 有一系列的情感被創造誕生出來 這一系列的情感包含了像羞恥、厭惡跟難看 我記得我很早1988年第一次來到中國大陸的時候 我有的時候會看見農民的婦女蹲在路邊 穿著裙子 然後以最傳統的農民的方式 擋腿張開著蹲在路邊 沒有人會去看他的思緒 他也沒有任何的覺得需要遮蔽、覺得羞恥 在文明現代文明的社會裡不會再出現這樣的景象 因為我們會被調教說要真好 不要被人看到 被人看到是羞羞臉、不好意思的事情 而且如果你看到別人這樣子的行為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難堪 你會覺得很厭惡 你會覺得他怎麼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各種各樣過去我們不覺得有任何情感反應的行為 現在我們有強烈的情感反應 過去拼一頭痰是一個追求個人身體健康的行為 痰就是在身體當中必須要排除的一些不好的東西 所以你拼了以後呢你會覺得清爽 現在的話對不起不文明的行為 不但如此如果在香港地鐵上要罰五千塊 文明的代價、文明的規範 文明的過程透過不單單是五千塊的罰款 更重要的是透過這個自發的情感 就是人們開始有強烈的羞恥感 厭惡感、難堪感來看待別人的行為 以及看待自己的行為 這些情感構成了文明進程最強大的克制的力量 自我的克制以及克制別人 對於特定的事物和聯想 開始產生強烈的情感反應 排斥那些也許在地還沒有開始覺得很介意的事情 也許大家都還覺得還OK啊 排隊的時候他搶前一步有什麼關係呢 從前他們覺得賺到了 因為我又往前進了好幾步 可是現在的話就有一些人義憤填膺了 怎麼可以這樣 最明顯的例子 在北京奧會上海世國期間 中國到了出現很多文明化的要求 在那個時候睡衣被放逐了 曬衣服也被放逐了 也就是某一些被設定為文明的要求的事物 被排除在我們的生活之外 過去很自在的東西現在不再存在了 我們個人現在對於廁所的一個現代化的新鮮 其實都在改變我們主體的情感 台灣的朋友來到大陸說 最不習慣的就是如果在鄉下要上廁所 因為怎麼會沒有門 什麼叫做沒有門 沒有門其實是一種情感狀態 就是我非常的習慣於包在某一個非常私密的空間裡面 可是在大陸你會發覺 人們覺得OK啊 你蹲在那我蹲在那有怎麼樣 沒有那一個很強烈的情感的防衛的狀態 也沒有那個很羞恥的不安的狀態 你看到這裡有很強烈的一個對比的情感狀態 今天沒辦法細講 有興趣的朋友應該是去讀 Elias的文明的進程這個書 那如果有些人他還是執著於某一些身體的 跟自然功能相關的東西 例如隨地小便那有什麼關係啊 或者像廁所的時候不關門那有什麼關係 那這一類型的執著於身體功能 或者還有一些人覺得我願意情欲有什麼樣的表現 我就表現願意漏怎麼樣我就怎麼樣漏 這一類型還執著於身體情欲的主體 目前在文明的氛圍之下都要被低界化 問題化你是有毛病的 你怎麼會這樣做怎樣的事情 這些內化的現代情感 因此對於個人的主體形成強大的克制和管理 克制指的是對自己的行為的克制 管理指的是對別人的指責 配合資本的全球化 我們現在也有很多的國際組織和民間的團體 開始來做一些推動文明化的事情 取代了國家的硬管理 而以軟治理的規範和手段 今天我也沒空講治理和統治之間的區別 治理和管理之間的區別 只能講說國際組織和民間團體 常常會推動一些很文明很進步的法律和公約 大家都知道我們要去簽署一些什麼保護兒童啊 人眾婦女啊婦女性別平等啊環境保護啊 什麼什麼各式這樣的公約 這一些國際型的公約 其實是以先進國家的尺度 強加於全世界其他不管你的狀態是什麼 通通強加在你身上 大家都要活出來符合這個法律和公約的狀態 所以這樣的軟的國際的壓力 也在我們追求文明的價值當中 形成非常大的強制的力量 從上到下 因為法律和公約就不是人民想的嘛 就是從上面國家去簽署了以後 就要執行 而還有民間團體會監督國家 必須要執行這樣的法律和公約 這些法律和公約有在擴散主流的價值和主流的議題 不分地域推動全球治理 這個有興趣的人就繼續看 Global Governance的相關的理論 你敢不簽署嘛 那就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不是一個現代的國家 不是一個值得帶來尊重的國家 你連這個最...